李大人 刘大人 行啊你 骑着个驴到处逛 倒显得悠闲自在啊 可不是吗 寻查寻查 主要就是寻呢 寻就是到处溜达 骑头毛驴 看看畅本 可不是悠闲自在吗 可是你别忘了 当初在京城 皇上明确口谕 戴慎戴大人此行奉扬 所发生的诸多事情 由你来多多关照 你可是责任重大哟 李大人 此话怎讲啊 戴慎 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有这么严重 我已经把他看管起来了 等候皇上亲自发落了 告诉 好好好 李大人 刘大人 皇上鸾驾后天午时 到达凤阳 请大人准备接驾 知道了 一切安排就绪 刘大人 那后天晨时接官亭 咱们聚齐迎接上驾 好 后天接 回见 走 戴大人 戴大人 刘大人 你现在不能进去 你大胆 为什么不让进去 我是皇上派来的巡查钦差 刘大人 你要救我呀 戴大人是皇上身边的亲近大臣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他呀 刘大人 戴大人罢了蛙木之罪 李丞相派我们在此看管他 等候皇上发落 刘大人 您桌上的东西千万别看哪 否则您也要被蛙木啊 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戴老先生啊太瘀了太瘀了 这不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圈套 那咱现在怎么办呀 甭问了 赶紧收拾起来吧 不然啊 我也犯了蛙木之罪了 有这么严重吗 哎 这个大名律啊 是我亲自参与撰写的 这一条是皇上自己加进去的 不过我明白他那意思 那戴大人他 不会真的牵连住您了吧 刘奕啊 记住喽 在有些人眼里 我就是跟丁子他做梦睡觉 都想牵连我 那 没事 不会让他得逞 刘奕啊 言莫 先生 写点什么呢 就写啊 二十多年前 黄庄 那会儿叫孤庄吧 黄庄地主刘德 丢了一头小牛犊 就这么来 这是当今皇上少年时代的 一个神话故事 这样的故事 会流传很久 刘奕啊 寻个机会 把这个交给戴大人的小厮 让他呢 转交给戴大人 让戴大人照抄一遍 待到皇上向他问罪的时候 照着这个讲一遍 就说 这就是去尾存真之后 记录下来的那故事 老伯 请问这是陶家庄吗 是啊 您是 我是凤阳部政使许强 许大人 我有要事在身 请您带我去李政家 好 请 来人呐 挖掉戴神双目 老夫不信啊 到了明天 我 我就成了个旁人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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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戴大人 他怎么哭起来了 可怜呐 这么大岁数了 稀里糊涂就犯了犯了 一定是啊 越想越害怕 这陶姓两户 都是你们村的人吗 是 都是 人口也对 姓名也对 南丁树木也对 三个月前 举家搬迁了 搬哪儿去了 你知道吗 他没说 不是有明文规定 白礼以外不得随便移动吗 是有规定 可人家哪有设县官府的录影 我们也就放行了 这两家祖上是外向人吗 那不是 这两户祖祖辈辈都是本庄的 他们是兄弟 爹死了 分家成了两户 这两家有什么别的背景吗 背景 比方说 唐的 表的 姑表亲里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本庄的没有 让我想想啊 有了 离这二十几里的周庄 他们有一个表哥 是凤阳县的县太爷 六爷 纸条在身上吗 在我这儿呢 见机行事啊 放心吧 奉命给戴某取餐 城下大人有令 闲杂人能 不得靠近 掌柜的 这粥也太咸了 放 你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我给你擦 你别愣着呀 把毛钱给我呀 这是闹的 你看 真是的 行行行 我给你擦 我给你擦 耽误了 给戴大人送饭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 大人 您吃点饭吧 大人 有没有 更难做《院计划》 唱什么歌啊 什么牛啊 杨女 听懂 昨儿哭了一宿 这会儿又唱歌了 吓风了 黄庄确有陶姓庄户 二十几年前 桃皇外出未归 这两户原就是陶姓 所以姓名不改 便可盗死了一户 经查证 逃出六两户 均是周叶成表亲 假冒一成立 四十姓地 四百两银子 就到手了 你火速赶往黄庄 以陶姓两家为突破口 将返乡回迁的十户 一一查审清楚 我现在就去 再有 皇上明日午后驾到 时间紧迫 待你查清楚之后 将这些冒领钱款 跟土地的户主 和那些分户户主 一并带到凤阳 再有啊 这是皇上所赐牙牌 剑牌如剑军 明尘出庄 任何人不得阻拦 好 迎接圣驾 是当前的重重之重 一切的一切 都为拨得龙眼喜悦 任何事 任何人 都不得干扰 接驾事宜 丞相大人 卑职担心 刘大人 他横生枝节 不正使许强 又奉刘大人之命 去黄庄了 他去黄庄了 是 那这样 你立刻到都督府去一趟 就说是我的命令 让他派二百棋位 协助维持接驾有关的事宜 另外再派十名棋位 赶到黄庄 封住出庄的路口 在圣驾大来之前 迎接圣驾 绝不能有一人一计 离开黄庄 是 万万不可疏忽 不能办砸了吧 卑职明白 徐大人 所有千回户都传来了 你们此次登记的户口策 我都已经看过 客户姓名 人丁术 地计产业 都与户策相符 我今天要查证的是 其中有没有虚报 冒挺的 若有 早早交代 徐大人 徐大人 我是肇时申报的 学无虚报啊 我先点名两户 我均已查识 逃出六 逃出八 还不给我跪下 大人 你们是不是涉陷淘家庄人 我们原先是 是定居在陶家庄 是啊 你们的祖上六代以内 军是陶家庄人 这是你们六代的家伙 那就看看 徐大人让兵了 徐大人让兵了 日夜同行照九周啊 八个小孩一头牛啊 日夜同行照九周啊 八个小孩一头牛 戴大人 明日皇上的鸾驾五十就到了 戴大人别唱了 咱留着嗓子 明天唱给皇上听吧 刘大人 戴大人都已经下风了 您还让他接驾 到皇上面前发风去 是吗 指不定谁下风了呢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月同行照九州 八个小孩一头牛 这风景会传染啊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月同行照九州 日月同行照九州 这 李大人 来得早啊 那是迎接圣驾 岂敢怠慢 哪像你啊 竟然姗姗来迟 专相大人有令 所有庄民在皇上驾临之前 余力在庄内等候结驾 不得有一人一计离开 我们是接钦差刘大人之命 到凤阳驾前做征来了 除非有皇上的御址 否则我只听丞相大人的 看看这个 这个 剑牙牌如剑筋 等同御址 敢不放行 徐大人 你怎么不早点逃出来啊 让开 是 大马去修 敢赴复阳朝 臣等恭迎圣驾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都平身吧 谢皇上 李爱卿 臣在 刘爱卿 臣在 代爱卿呢 朕怎么没看到啊 代大人啊 他 回皇上 代慎自来奉阳 辜负圣恩 他竟然向县府所要 涉及皇上的 严防扩散的材料 犯了蛙牧之罪 臣以命校尉将他拿下 等候皇上发落 你确定他犯了蛙牧之罪 臣敢断定 臣还知道 大名律蛙牧一款 是皇上亲定的 凤阳府不正使许强 接下来迟 恳请皇上恕罪 皇上 臣奉刘大人之命 到皇庄合查户口 多有查获 立即起驾回刑宫 朕要亲自问案 臣领旨 李爱卿 你跟朕说说 他代慎究竟是如何犯了蛙牧之罪啊 皇上 此事还得问周知县 周知县你说 卑职周知县 叩见皇上 凭什么 谢皇上 禀皇上 代大人到皇庄采访 闻听人说起二十几年前 皇上涉及的 宰牛吃牛一案 听说救援行司 曾到皇庄问案 并有口供笔录 不知道他出于何意 定向卑职所要旧食闻毒 皇上 周县城考虑到 代慎是皇上的进程 不敢不给他呀 是啊 我见上面写着 严防扩散四个字 可是代大人 他还是打开看了 你看看 他的的确确是犯了 蛙牧之罪呀 柳爱卿 你跟朕说说 你是大明律令的 主要赚高手 皇上 臣以为呀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 代大人是犯了蛙牧之罪 你又来了 这犯罪 还有什么面子李子的事吗 可是皇上 这个代大人 被李大人隔离之后 未见有什么代罪之感 而且听说还在屋里手舞足蹈 好像从屋里头 还经常传出来歌声是吧 他是下风了 来人 传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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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夜同行赵九州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夜同行赵九州 赵九州 我 代神 你真的被下风了 风护着不风也 如说是风 也不是被下之风 而是看到了一幅图景 尚间神势 我乐风了 代神 还不给朕跪下 皇上 由于立城乡百般阻难 老臣接驾来迟 还望皇上赎罪呀 起来吧起来吧 谢皇上 朕来问你 周夜城给你的文毒 你到底看了没有 看了 确实看了 那文毒上的口供 都承认把刘德家的牛 抓了吃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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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方过三 我当时一定是心里糊涂了 朕怎么突然想起 好像是有这么一把子吃 好像是朕把那 刘德家的小牛 杀了吃了 皇上 燕方扩散 燕方扩散呢 皇上 你当时一定是心里糊涂了 皇上 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 那你的意思是说 朕并没有吃他的牛 那断然不会 不会的 李爱卿 你跟朕说说 那朕到底是吃了 还是没吃啊 回皇上 臣以为 这牛吃与没吃 都不重要 皇上听到了吧 他跟戴慎是一个腔调 戴慎如果有罪的话 他应该连坐呀 朱亚青 凤阳这个地方 是朕出生的地方 也是朕的伤心之地啊 提起一件往事 那一连串的往事 都奔涌而来 你们好好想想 十五六岁的娃儿 忍饥挨饿 那一年都没斩婚了 那见着一个小牛犊 那不该杀吗 就不该杀了把他给吃了吗 戴慎你怎么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啊 真疯了 皇上 皇上 皇上刚才那一番话 皇上的痛苦经历 让戴慎是白干交集 感通神兽 不过那文读上的口供 是官家要将朕入罪 你看了还是犯了挖母之罪啊 皇上 老臣对皇上是一片忠心 心灵眼就亮 皇上如何忍心挖臣之目啊 那人家写了 写了 写了盐防扩散了 你还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依律应该挖母 皇上 老臣之所以说自己心灵眼亮 是因为老臣看到的不是救援 要将皇上入罪的文字 老臣看到的是一幅图画呀 口供还有图解 老臣坐在文读前 酒坐 酒看 呼的 进入了山顶 眼前 豁然开朗 八个小孩围着一头牛 八个小孩围着一头牛 那么还是想吃这牛肉啊 您想啊 他为什么是八个呀 原本就是八个呀 这还有村里的七个孩子 一起把这头牛给吃了呀 为什么不是七个也不是九个呢 这就像我在产丁里顿路的一样 耳边忽然飘过了一首童鸟 八个小孩一头牛啊 日夜同行照九州啊 八个小孩一头牛啊 日夜同行照九州啊 照九州啊 这首童鸟 朕好像有些耳熟啊 回皇上 那是早在皇上进宫豪州的时候 这首童谣就已经在江南广为流传了 童谣者 谣称也 谣 谣远也 就好像是天籁之音 没有源头也没有尽头 随风来去无影无踪 这乃是上天的暗示 要改朝换代的征兆 皇上 八个小孩一头牛 这牛子下面一个八字 这不正是皇上您的姓氏吗 朕明白了 那牛下面一个八字 正好是猪啊 八个小孩一头牛 是说皇上您要坐江山了 日月同行照九州 是说我大明开国 统你九州了 老臣看到的图画 是天是神是啊 皇上 这牛子是吃了还是跑了 它还重要吗 确实不重要了 这么说 这些东西你都记录下来了 当然记不下来了 皇上 您不要忘了老臣就是干这个的啊 听戴大人这么一说臣真是惭愧 臣也顿了就没误出这么多了 刘朝你是读书太少没有灵气 你的心思都在打横炮上呢 是是是臣惭愧臣再也不打那横炮了 几乎我们大家都不打横炮了 我们君臣同乐 不打横炮了 李大人 您这哑炮打完了 我来一想呐 刘爱卿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朕说啊 启禀皇上 臣有本参合凤阳之线周叶成 这次皇上回乡发放多少银两 一共九千两 嗯 发放给多少户 四十五户人家 每户二百两 好 我再问你 按照老规矩 收款人是先写下姓名再摁手印啊 还是相反 刘大人 当然是先写上姓名 然后再在名字上面摁下手印的 那你来看看 这曹石的石字 怎么会那毛笔字 把纸门给盖住了呢 这 这 给朕看看 自己看看你是怎么杜瓣的 回皇上 臣的确看过 但是臣疏忽了 臣 臣又失察之罪 禀皇上 臣已查清 这次皇庄登记四十五户 其中二十五户不变 每户二百两 共五千两 这没错 但是剩下这二十户 就不对了 它是由十户分出来的 账上写的是每户二百两 而实际上呢 每户只发了一百两 皇上 皇庄分户户主曹寺曹石 就在殿外后织 传他们上来 传曹寺曹石 曹石 传曹寺 曹石 觐见 皇上 小民等分户 被谈二十情地 让县令可扣了一百两银子 而不敢报官 小民辜负皇恩 小民知罪啊 你等是朕的故旧相亲 朕知道 你们过去穷怕了 朕不怪罪你们 分户分了就分了 兄弟多了 哪有永不分家的道理啊 多出一户 说明咱们皇庄人丁兴旺 二十情地朕不收回 银子也就算了 回去吧 谢皇上大恩大德 谢皇上大恩大德 禀皇上 就这十户所谓的回千户 还有五户是假的呀 这五户里边 有三户是周叶成的亲戚 那两户是设县支县的堂弟 由他们两个相互勾结 开具露营 臣建议皇上收回土地 发回原籍 准 周叶成 你可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啊 你的爪子伸得还真尘 伸到朕的身上来了 皇 皇上恕罪啊 来人 有 拉出去 押赴刑场 斩首示众 是 皇上说 在那儿呢 皇上 皇上 曹寡妇求见 曹寡妇求见 哪个曹寡妇 朕不认识啊 别叫我曹寡妇 皇上 我是翠花 我是翠花 刘家的翠花 翠花 朕想起来了 朕小时候叫朱重八 她总是叫我八哥 朱寡妇寡妇 让翠花进来见朕 宣翠花觐见 对 这是怎么回事啊 翠花 翠花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跟朕是童年生人的 想如今也应该四十好几了 怎么 你学会返老还童了 皇上 你现在见到的是我的女儿 我躲在她的身后 我老了 不想再让皇上见到我 皇上见到我的女儿 就如同见到你的翠花了 什么话呀 翠花 我还是想见见你现在的样子 再说了 那人总会老的嘛 不 我不要见 皇上 我怕脏了你的眼睛 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 当年 你离开庄子 出家的那天早上 我追你追了好几林丁 回到家 我哭了一个晚上 现在 我只想再给你唱一首歌 你是专门唱给俺的八哥的 酒 有远离来 修风雅 难不疑 但我不要追你上 找来一切 多年老 光荡无辜 穿在身上 翠花 翠花 吾皇万岁 万万岁 刘德 你还想着朕吃了你的牛犊的事吗 皇上 小民瞎了眼才错怪皇上 怎么又变成错怪了呢 那头牛跑了 我看到它跑了 跑了 皇上 你还知道庄子西边那个牛尾坡吗 牛尾坡 朕不知道 朕只知道村子西面有个西坡呀 皇上 你在的时候叫西坡 后来他们叫它牛尾坡 丢牛的第三天早晨 人们说你出家走了 我追到庄子西面 我远远地喊你的名字 大声问 我的牛犊呢 你回过头来 我庄子西面一指 我就看到那牛犊 我就看到那牛犊 钻进山坡石头缝里 我紧紧地抓住牛的尾巴 牛整个身子都钻了进去 只有尾巴露在外面 后来那条尾巴变成了长长的石头 再后来 大伙就把西坡叫牛尾坡了 刘德 刘德 你不是在跟朕讲神话吧 皇上就是神吗 皇上用手一指 我就看到我那牛犊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皇上就背上吃牛的黑锅了 刘德 庄里分地的时候 他们没分给你吧 皇上 草弥还有很多对不住你的地方 行了 不说这些了 当年 朕向你借地葬妇 你没有借给朕 朕也不能怪你 因为你也想不到 朕能够当皇上啊 再说 那庄里的穷人这么多 你也不能都见 皇上 朕等会儿告诉汪文 二十请弟 有你的一份 谢皇上龙恩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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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出安徽还有多少礼啊 二十礼 皇上 行了 行了 有劳诸位爱卿 为朕送行 前面就要出安徽礼界了 你们哪 就都先回吧 皇上 还有二十礼呢 除了安徽礼 自有当地官员恭迎 但在安徽礼内 臣等自当安马劳顿 护佑皇上 此乃是臣下的 职所所在 你以为皇上不知道啊 皇上这是心疼家乡的父母官啊 这都不行跟着走了七八十礼了 还是刘爱卿知道朕的心思 许强 臣下在 此次还乡 虽还了我多年的心愿 却了不断我对家乡的惦念 凤阳啊 好地方 好风光 但是 十年就有九年皇 这么多年过去了 依然是贫穷 你身为不证使 这些事情你比朕清楚 是 皇上 不过这几年 尤其是大明开国以来 产生巨大变化 凤阳调有心词 说凤阳 道凤阳 凤阳出了个红武皇 怎么你现在也这样说话了 朕不想听套话 更不想听歌功颂德 对啊 徐强啊 怎么刚饱讲过你 就说上这官话套话了 皇上看上你什么呀 皇上惜财 看上你是实话实说 秉公无私 直面贪腐 冒死抗争 说白了一句话 皇上这是看上你 忠于职守 才把这龙兴之地托付于你 要听歌功颂德 朕用跑这么老远吗 京城里哪个官员 不比你说的好听 但是朕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知道朕想听什么吗 朕想听实话 真话 心里话 乡里乡亲都说假话 那你说说 这天底下还有真话吗 皇上圣命 皇上 这也许是因为许强为人谨慎 在皇上面前说话诚慌诚恐 有点拘谨是吧 朕知道 许强 臣下在 杀了前任周叶成 朕命你举这个好信令 就是要让天下知道 为官义方 鱼肉百姓 贪赃王法 弄虚作假 欺上瞒下 那早晚是没有好下场的 朕的大明江山 是要用你这样的人 谢皇上信任 起来 请皇上安心 臣下绝不会辜负皇上的厚爱 朕问你啊 你知道班令真吗 读过 总共二十四句 皇上最喜欢的是 宋太宗缩写的四句十六字 缩写的头两句 陈锦记 长莫诵 耳缝耳禄 民高民之 后边两句是什么呀 下民一虐 上天难起 先生 学生成教会 学强 安徽的百姓 朕可就交给你了 臣下一定担惊竭力 鞠躬尽瘁 卑官一任 臣下如赶不出什么名当 甘愿挂官归权 不识庸庸之路 好啊 有你这句话 朕就放心了 今天你说的话 你要记着 朕也会记着 宋家啊 学生在 知道皇上为什么提起这班令针吗 请先生教诲 去年啊 皇上就昭告天下 将这四句十六字班令针 刻于石碑之上 立于各州府县 并剑亭保护 故曰戒食亭 雪生身体上意 这应是 雪生时刻牢记得座有名 能记住就好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雪江 你我同朝为官 虽不互相隶属 但也都是臣相 我这话的意思 你应该懂 皇上对于贪磨之事啊 济恶如丑 官场上那套欺上瞒下 说假话容易 一念之间就同流合污了 今天你清明连政 不意味着明天就 雪生 谨记先生教诲 到时候我脸可黑 谢先生 好 恭送皇上 祭拜扶 祭コ 启会 好久不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